我们接下来就要写一个复回圈 因为我们执行不可能执行这一个 所以怎么写一个复回圈 这应该就是手机号码的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我们可以写一个复回圈 去做连续执行 复i等于 因为是从j2开始到j11 所以就是从i等于2到11 step1 然后接下来写一个nexti 哪些东西要改成 哪些东西要改成i 只要是2的 好 所以这个要改成i 请问要不要加什么变数 通通不用了 OK 这就是改写成sales它的好处 再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2改成i 这是c2 先开到最大话好了 接下来这是d2 所以2改成i 再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12改成2改成i 2改成i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去执行一下啰 所以从头到尾来去执行就点它 是不是就全部都算好了 好 好所以一个简单的一个函式啊 我想大概就这样子去完成 这个是连续执行 然后这应该是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关掉啰 这个范围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 确定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个手机号码 然后连续执行的小程式 谢谢